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跟5月到7月的侯友宜一样 终于彻底的被检验 而被检验之下 柯文哲先前那种看似柯总统 好像就在一步之遥的状况 完全会不见了 不过国民党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柯文哲掉下来 侯友宜没有捡到任何便宜 如果你关切这个频道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柯文哲其实目前的状况 坦白讲越来越不好 而在越来越不好之外 当然他引起了很多争议 可是在这些争议里面 其实柯文哲真正受到重伤的 不是这些争议 因为柯文哲从2014年参政以来 将近9年的时间 就是一个争议人物 而且他也非常善于操作 这些争议议题 但是这一次 他碰到的问题是本质问题 因为他要选的是总统 是一个国家的领航者 而对总统的一个要求 和人民对总统的一个信赖程度 那个远高于你只是一个首都市长 远高于你只是一个政党的负责人 而柯文哲最近都犯了这些重大的错误 而这些重大错误里面 让真的从北流事件 马世芳问说 这就是我们将来的柯总统开始吗 不断地在发酵 而这种发酵里面 当然有很多的状况 但是柯文哲的内部里面的心态 还有他的格局 反而却促成了柯文哲 持续下滑的一个状况 首先先讲的就是 他的英文网页 英文网页这件事情 引起了一阵的讨论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motive right 这样一个选白 就是选对 这样一个逻辑 但他是说是翻译错误 可是基本上像我大学联考 英文只有16分 英文只有16分 就是我这个英文 这么无药可救的人 我高一的时候 也都知道 在美国在世界上 从普世价值 从族群平等里面 有些字眼 是不该乱用 不该 而不是不能 不该的意思就是 那是有道德上的问题 不能可能是你犯了错 所以1953年的时候 美国就有那种极右派 白人世上主义的政党 就有了就是以刚刚柯文哲 在英文网页上用的那种字眼 那当然是禁忌 当然是对一个 坏和Blake这种事情来讲 你是不能乱用的 不该乱用的 你怎么用了 好用了就算了 你做错了 错了就认错 可是柯文哲真正的错误 不是错误了用了这些英文 而是事后的反应 事后的反应 会让大家觉得说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争取民选总统的格局和心态 打了大问号 怎么讲呢 如果你就是说好吧 小编错误 小编错误 你就道歉 你就认错 可是柯文哲没有认错 他没有认错之外 更让大家傻眼的是 赖湘林 长期在劳权运动里面 其实我们还蛮尊敬他的 而在劳权是应该比较左的 比较进步思想的 赖湘林也帮他解释 还take了一个川普进来 你实在说的东西是 挑战了普世价值 对于族群上面的 标签化的这样一个禁忌 然后你们竟然全部包围上去 所以这里面柯文哲这个系统 充满了帝王心态 被大家给看破了 什么叫做帝王心态 帝王永远是不会犯错的 帝王是不能认错的 因为你是帝王 所以你就不能有错 所以你看柯文哲 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把那个整个就是写错了 整个就是错误了 道格歉就好 东打西场就是不认错 然后你再会回想到他过去 柯文哲有真正认过错吗 柯文哲错了以后 如果大家都觉得你不对的时候 他有反省吗 一个没有反省的民选总统 不叫民选总统 叫做帝王 所以这样一个帝王心态 会让大家害怕 所以大家对他会疑虑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柯文哲的管理统育能力 真的好吗 过去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说 柯文哲也会展现的就是 上空去 然后非常勤于执政 像雍正皇帝一样 每天要皮好几斤的皱褶 好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至少管理的工作做得很好 行政的能力是很强的 真的吗 你因为你要做一个 你官网上 就算是英文 你要贴出去 这等于是你一个正式的管道 只是小编就贴了吗 中间没有人查核吗 中间就算出去之后 过了好几天 人家还是善意的提醒你说 这不对 你在过程中一路上去 没有一个减核机制 没有一个负责机制 没有一个查核机制 这个问题就大了 代表着你身边 要么就是 只要柯文哲就永远对的 跟柯走听柯话 那这样一个状况 你这个党真的能够领航国家吗 然后第二个是 怎么会犯这种第一级的错误呢 这第一级错误里面讲实话 赖清德会犯吗 不会 侯友谊会犯吗 至少金浦冲不会让他犯 然后郭台铭 他身边的杨兆 陈文倩 最近有时候也会协助他 他们也都看得懂 那你柯文哲身边呢 完全连一个基本常识的人 基本把关的人都没有 国家交给你 那你这个整个治理的人力 会搞成什么样一团乱呢 这才是根正的一个大问题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那柯文哲呢 整个处理方式呢 让你会担心害怕 国家交给他 他真的懂国家治理吗 因为柯文哲现在用了一套方法 就叫做鲨鱼战术 所以呢鲨鱼是嗜血的 我们知道说做个实验 鲨鱼在大海里面 如果是鲨鱼出没的地方 你丢一块肉下去 九公里之内的所有鲨鱼 嗅到之后 他们整个精神 整个都嗨起来了 就开始狂烈的攻击 而且鲨鱼呢 基本上呢 它是完全本能 其实大白鲨的脑袋 关于认知的部分是很小的 大概只有产兜这么大 不要看大白鲨这么大 完全无脑就乱咬 那柯文哲现在就用这招 因为他现在整个民调下滑 整个声势下滑 他知道他成为重死之地之后 不断的转移焦点 所以他就像鲨鱼一样 到处的丢肉块 让国民党那些 因为侯友宜没有领导 因为国民党没有领导 那些焦虑的小鸡跟着乱咬 所以就乱咬就叫做鲨鱼战术 所以他是先从北流的那边 开始北流的预算 北流的钱 整个讲不清楚之后 开始转移 转移到前瞻计划 转移到前瞻计划之后 就开始去扯南北差距 讲扯北差距之后 就要讲扯南北差距 扯南北差距之后 就是分配不均 想要用钱 自动通信去转移焦点 然后他的策略是 让国民党的小鸡跟进来 这样子就是因为众生喧哗之中 他就可以在混乱之中 像乌贼吞了黑墨之后 就可以脱身 可是这样搞法之下 你是太危险了 首先他出的问题是说 他在攻击的时候 你就变成他的一个狡猾 或者是人家觉得 有些人觉得太过狡猾 有人觉得说你是懂不懂 你连这个都不懂 就是我们知道 整个中央政府 或各国民主化国家 整个现代化国家里面 当然是编列预算 做任何的公共建设 有编列预算 然后对中央政府来讲 编列预算之后 开始有执行下去 这个叫做执行 就是预算的执行率 但是预算执行率 本来就不等于工程的完工率 柯文哲就开始批评 说什么预算执行率 或什么的 但是人家又摊出资料 就99% 预算都发下去 但是施工 总是要等时间的 施工如果总是 你不能所以柯文哲就用了一个 什么完工率 然后就自打耳光 如果是完工率 他的社会住宅 完工率是多少 然后他的 整个捷运环东线 完工率多少 你只是不能开工之后 你还没有最后的启动 你就叫做完工率0 所以柯文哲又自打耳光 自打耳光就开始转移 那转移之后 问题是 他丢了这个沙漏下去之后 国民党那些小鸡 因为侯友宜没有领党 开始乱咬 可是乱咬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造成了 整个国民党 还有非绿阵营里面 选情大乱 从上到下 因为他打了一个前阵渔港 那前阵渔港 那真的 国民党一些小鸡 也会跟着进去咬 说什么前阵渔港 81亿太多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就开始扯了 然后想要去扯南北 想要去 问题是 虽然前瞻计划 确确实实在 整个财政纪律里面 很多的财政和主计专家 都觉得是有意见的 因为他们过去 我们正常的民主国家 是先有计划 计划审核之后才过 而前瞻计划 是变成一个特案 它也是特别预算 先有一笔钱 然后大家再把预算计划拿出来 然后再分下去 这里面其实 在于财政纪律上来讲 确实是引起争议 可是不管怎样 你拿到前阵渔港 然后去北 什么南北差距 什么台北 新北或怎么样 那就变成自打耳光 因为台湾 在远洋渔业里面 虽然我们没那么关切 我们以为台湾只有半导体 台湾的远洋渔业 在世界上是前三名 台湾的渔船 有卫星 有各种管道 在太平洋 租岛上有很多的冷冻工厂 有中继站 有罐头工厂 台湾的渔业 远洋渔业 是全世界前三名 有些特殊渔船 还是全世界第一名 台湾人 台湾七海 都有台湾的远洋渔海 而前阵渔港 是台湾远洋渔船 最大的集中地 但是因为它是53年前就盖的 所以在53年前的规划建设里面 是没有那么仔细的 地下下水道污水处理 然后当时是因为在50几年前 所以500吨的渔船 差不多就可以去进去 但是现在如果要走远洋 全世界这状况 千吨以上 地下下水道 这样一个渔港 是不是可以改变 所以最难最早 是韩国瑜提出来说 希望把它的一个污水处理 要比预算 但是后来把整个53年 然后整个前阵渔港 我看大家也看了 里面的整个前阵渔 有浚深下水道 外籍渔工的一个修气 和整个生活的环境的设施 全部都出来 那这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计划 这变成是前阵渔港的改良计划 所以下面扯说什么 还81亿怎么都只给它 那你就回到台湾的渔港 难道我们不需要投入这样一个建设 让我们的全世界前三名 如果我们对台积电都愿意给这么多的资源 为什么对于渔业 这些全世界也是前三名的渔业 远洋渔业不给点资源呢 那你们拼命去乱打干嘛 尤其是国民党打得更扯的是 上一次侯友宜 在政大的时候才给了大家一个认知识 原来台湾最多的渔港是在新北市 有28个 可是这些渔港 你不能拿来比较说 为什么前阵渔港就给这么多 新北渔港就给这么少 2021年9月30号 新北市政府发了一个新闻港 新北市28个渔港 连产值达31亿 31亿说是他们非常好的一个成就 但是前阵渔港 远洋渔业 一年是300亿以上 那你用一个31亿的渔港 跟一个300亿的渔港 你就去比较说 为什么钱没有一样多 这不是完全的一个平均民粹主义吗 这简直是鬼扯 那为什么会是差别呢 因为新北的渔港 它就是近海渔业 那近海渔业 我们有中国到鲁渔船的竞争 还有整个台湾 黑水沟海巷的状况 确实是 本来渔获料就没那么多 然后呢 但是台湾的远洋渔业 那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拿这个比较 当你柯文哲 撒出这种说情 这样去鬼扯的时候呢 其实 总而让大家证明了 你对于国家的格局 你根本没有思维 那你根本没有思维之下 只是不断的吵话题去创话题 你怎么可能让人家相信 当你当了总统之后 你能够领航这个国家 成为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国家 如果连治理的基本概念 都只是用声量用话题 如果你对自己犯错 都只是帝王永远不畏错的心态 当然你就会下滑了 所以你会看到柯文哲现在 本来在民调里面 柯文哲在50岁以上 就已经非常弱势 侯友宜能够赢他的 就是在60岁70岁以上的 但是如果你柯文哲 一直在强势 连赖清德都没办法竞争的 20到30 30到39 40到49 如果柯文哲 你的状况 因为为什么他们会在乎 因为他们是台湾的未来 他们整个台湾的成长 他们才是真正在打拼的第一弹 第一线 如果看到你是这样一个状况 对你不信任 对你不放心 你会怎么办 所以柯文哲现在的危机 当然不会在侯友宜那边 我们要看到民调里面 侯友宜就是国民党那种 始终支持盘 但是也没有扩展能力 所以现在就变成 郭台铭来了 那郭台铭来了以后 但是郭台铭到目前为止 他确确实实 是相对于侯友宜和柯文哲 来比较 有中小企业的政策 中小企业的五支界 有体育政策七支界 有人员政策的六个建议 郭台铭是有准备的 但是郭台铭的准备里面 其实也让郭台铭 在那些不表态 或中间选民 知识选民 对他有点期待 但是大家又对他 没那么的肯定 是因为会不会不玩了 会不会玩到一半不玩了 还没有那么稳定的信心 但是郭台铭 提了这些政策里面 少了一件事 少了什么 就是大家有感 大家有感的情况之下 郭台铭的声势就会起来 因为他提的这些政策 都是太上位的政策 那太上位政策里面 没办法让很多的人 觉得 我跟我的生活是立即感觉 因为大家生活很忙 没有时间想得那么多 那么细 但是郭台铭都是提那些 太上位的政策 所以很难立刻有所连结 所以他的声识拉不起来 但是如果郭台铭上一次 能够提出一个 0到6岁国家养 马上打动人心 马上引起话题 或者是引起一些希望 如果他有办法 以他现在的这种准备方式 真的能够提出来一个 首先郭台铭的声势 就会上扬 柯文哲的整个基础 就会往下滑 那往下滑 滑到了郭台铭那边去 也许柯文哲 真的就会跟侯友一样 都变成两个小三 郭台铭也是第三 但是后面就会变成是一个 等边三角形 都是19到20%之间 然后到了这个局面 如果在823这个情况 出现的时候 后面就有趣了 后面有趣的就是 到时候 郭 柯 侯 三个人之间 到底会怎么的进合 通常应该会预判的是 有两方会先合起来 然后第三方就一定会被吃掉 而这个第三方 目前看起来 就是侯友一 但是是郭台铭吃掉柯文哲 还是柯文哲搭上郭台铭 这个东西是变数 也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 从这个情况里面 8月的时候 柯文哲的本质 和他的心态 如果一直这样被看破 柯文哲 不会是必然的 柯总统 柯总统这条路 也许他还要再多历练几年 才会有希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